1991年10月 菲利普亲王正在一场马车驾驶赛事的活动现场 接受记者采访 谈及了当初和此项运动结缘的新路历程 亲王对记者说 自己当初本来喜欢马球 但是架不住总是受伤 所以等到了50岁的时候 便决定放弃当初的热爱 转而参与到了马车驾驶这项活动中来 结果说完一遍 亲王突然意识到这么说显得不太积极 于是又重新润色了一遍 重点突出自己是为了寻求新的挑战 并一同告诉记者 他本人也在这项活动中 随着参加各类赛事和社交 也一并让自己感受到了如家一般的温暖 正说得起劲 工作人员突然来报 出事了 诺顿和其妻子佩妮 最小的孩子埃利诺不幸死于肝癌 菲利普身为诺顿的教父 在妻子伊丽莎白的建议下 前去诺顿家中看望对方 带来到布罗德兰兹庄园之后 一进门发现 诺顿这家伙竟然不在 于是便只得和佩妮聊了起来 随后佩妮领着菲利普 去到了孩子的墓碑前 向其献上了菲利普带来的 小孩子生前最喜欢的雏菊 而这个墓地就藏在庄园里 母亲表示 这样才能每天都能见到孩子 随着交流逐渐增多 菲利普也从言语之中 听出了佩妮和诺顿夫妻俩关系 并不融洽 于是老前辈便果断向年轻人献策 你这种情况 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培养一门兴趣爱好 佩妮听爸接过话茬 向菲利普问道 听说你现在不玩马球 改玩马车了 说爸紧接着 向对方秀了一件老孤独 一辆老式的四驾马车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 菲利普可以说是全情投入到了整修马车的过程中 没日没夜的查阅资料 加班加点的督道制造 带到事成之日 便利邀佩妮前来观赏及试驾 并以教练员的身份 手把手地传授佩妮驾车秘籍 佩妮在体验过了这项他原本无感的运动之后 发现这东西 嘿 着实有点意思 亲王殿下不愧是老司机啊 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 菲利普展现出了一位严实的风采 利用一切机会加紧教授佩妮驾车技巧 诶 诸位不要误会 亲王可没别的意思 人家就是怕小姑娘耽误了这门手艺 随后 菲利普还和佩妮善谅起了以埃利诺的名义 成立慈善机构的计划 亲王表示 各类政策法规我已经研究的透透的了 到时候我给几个老熟人偷弄电话 一准给你把这事办了 你就甭操心了 之后为了安抚佩妮的情绪 亲王还同对方讲起了自己的姐姐 表示自己也有类似境遇 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来帮助对方从阴霾中慢慢走出 这给佩妮听的 是泪中带笑 啊笑中带泪 之后佩妮告诉菲利普 说诺顿让他给亲王带个话 这戴安娜啊 最近有点不消停 正在参与一位记者为其写的新书 其中讲述了大量 他是如何受到家人不公对待的事迹 所有人都对他的人气和成功充满嫉妒 这之后 亲王殿下马不停蹄地失望下一站 来到肯心顿宫找戴安娜问话 有关戴妃进来配合记者出书一事 源于一位中间人 亦是戴安娜的私交好友 詹姆斯·科瑟斯特 此人是一位外科医生 在戴安娜出席一场医院的社会活动时 一位名叫安德鲁·莫顿的记者 瞅见了詹姆斯和戴安娜 二人的关系绝非寻常 所以便主动接近安德鲁套词 待关系到位之后 安德鲁便向詹姆斯表明了意图 随后詹姆斯找上戴安娜 向他表达了记者有关创作的想法 戴安娜起初本想着拒绝 踩过的坑已经不少了 就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然而好友詹姆斯却说 就威尔士亲王身边的人透露 现在有另一本关于你的书要出版 这本书里可是夹枪带棒地 充斥着大量对你的恶意攻击 而安德鲁写的这本 一来是对你表示同情 再者就是会竭尽所能地 尊重你的意愿 并且有我这个中间人帮着操作 所以根本不需要你抛头露面 素材来源 全凭你的口述录音 于是乎 戴安娜同意了 然而这件事不好把控的地方在于 在看过对方交来的问题清单后 也许最初只是想机械地回答问题 但是讲着讲着 各种情绪和记忆就都被唤醒了 保不起最终说成了什么样子 而作者一开始 无非只是想搜集素材 但是一天到晚的听这些个录音 保不起听着听着 其真实的创作意图 也会发生变化 等戴安娜这边的情况摸得差不多了 詹姆斯又跟戴安娜说 记者现在还想跟你身边的朋友聊聊 这样也可以更好地为你打掩护 以后一说起来消息来源 也更容易让你撇清关系 于是戴安娜便把自己的好友推荐给了詹姆斯 分别是王妃的方疗师 占星师 针灸师 以及体肌治疗师 正当这件事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果不其然意外发生了 在同一天内 詹姆斯被一辆货车撞倒 安德鲁遭遇了入室抢劫 戴安娜立刻意识到情况有些失控 认为这一切都是有人暗中捣鬼 这一点本集中也早有暗示 那就是戴安娜早就发现了自己电话的杂音 认为一直以来 都有人对其进行监听 正当她盘算着该怎么料理此事时 菲利普亲王找到了她 然后又是如上一季那般 老生常谈地给她灌输了那一套 告诫她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一切随意 但是 务必秉持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今天的最后 我们先来聊一聊这集中的几个关键细节 菲利普和伊丽莎白 佩妮和诺顿 戴安娜和查尔斯 这三对夫妻 其本质上来说 都是一样的 佩妮和戴安娜这俩的事儿好理解 而有关菲利普 这一点从本集一史直到结束 通过菲利普头顶上空不断出现的孤鸟 则反复对此进行暗示 也正如她通过自己的兴趣爱好 来转移对家庭生活的不满所一致 再者就是她先前之所以会去看望那其布尔一家 并非其本意 而是受了伊丽莎白的点化 因为菲利普对家庭角色的职责也很模糊 所以当伊丽莎白点醒她之后 她才会对妻子充满感激 而造成这三对组合 其发展走向并不相同的原因 还真不存在什么方式方法 以及用心经营一说 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 只是因为菲利普足够幸运罢了 并且王是不能离婚的 接下来我们说一段八卦 那就是有关菲利普和佩妮的关系 相信诸位早已发现 这菲利普对待佩妮和戴娜二人的态度 可谓是天差地别 这个佩妮纳其布尔就西方各路媒体所披露 常年稳坐菲利普亲王菲文女友的头把交椅 她敢成第二还真没人敢成第一 诸位也甭琢磨年龄的问题了 不就差三十多岁吗 这是王室很稀奇吗 最后我们说两点史实 第一个是有关菲利普不玩马球 改玩马车的真实原因 那当然不是如他所言那般 什么为了追求新的挑战 这一幕也可称得上是编剧直白的一个小讽刺 以及对王室话术的一个小展现 这正是戴娜一直以来所欠缺的 菲利普之所以不玩马球 其原因还真就是因为受伤 手腕关节炎不得不放弃 再有就是关于安德鲁的出书过程 1992年 戴安娜的真实生活 一书出版 此书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 曾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榜首 安德鲁本人也凭此书赚得盆满钵满 但就后续披露的有关资料显示 其当初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 评的并非磁带 而是纸条 大多内容来自戴安娜的手写记录 只不过戴飞极力否认 从未承认过此事罢了 第二集 完